但是他剛剛你叫他瞬間給你加速的時候 他是完全就是 兇起來 完全變一個人 聽說你很勇啊 不要 歡迎回到今天開哪台 對然後今天介紹的是 2018年 2018年的 Bl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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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0 T4 對T4 因為他這台有柴油的版本 跟一個T5的版本 那這台T4他的動力的話 是有190匹馬力 然後扭力的話我覺得蠻高的 他有30.6 真的還蠻夠用的 以一般房車來說 就是剛才在開也很有感 然後這台的話他已經有 自動跟車的配置 因為以往可能是坐在標籤 或者是標籤下方 他是坐在旁邊這裡 這是他偵測雷打 他設計是在這個區塊的 對 然後大燈的話 因為有看Blobo的車 可能像V40 它就是雷神之錘 但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沒有 可是 它相對看起來比較穩重 對 因為以前在看Volvo的車都覺得 太過於 爸爸開個車啦 人老啦 什麼的 然後呢現在呢 當身分轉變之後 你就會覺得 其實Volvo的車真的好看啊 真的舒適 對 如果到旁邊這邊的話 因為像 你仔細看它車側 就是側邊的話 它是從這個地方就開始有下修 可是實際上 並不影響到車內空間 其實真的還蠻大的 對 因為我剛剛其實是坐後座過來的 它後座很寬敞很舒適 對啊 然後我有一種五系列的說法 一定有吹明你自己啊 可是因為它這樣坐下來 你可能覺得流線型會做得比較漂亮一點 外觀比較好看 沒有那麼呆板 對 因為你知道早期Volvo它都是 你知道 對 之前超像棺材車的 他講的 他講的 沒有真的很多人這樣說 啊火柴河車我說錯了 哈哈哈哈 到底聽些什麼嗎 然後現在就是流線型 不會老但是又帶一點年輕化 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到車尾的部分 就是還記得這個嗎 我們第一次 血流成河納字節 你看它真的是分離的啊 就就蠻跟上時代 讚讚讚 不要說誰 但是我覺得它的尾燈 這個地方很突兀 就是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它這個後面坐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它坐太工整 所以你會覺得有點正式 它有點類似 太零零腳腳 嗯 然後很凸顯這個地方 對然後到車內的空間 就是後箱空間 其實它 我覺得還算可以 它沒有到特別的大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 28吋行李箱 跟一個登機箱 你後面要再運用的空間 其實變得還蠻局數的 這個後箱空間其實還算一般般 沒有到特別突出 不過好的是它還可以六四分離 對 可是它分離的地方很帥 在這個地方 欸這個沒有 你沒有講的話 真的不會知道 就是你會找不到 它在這邊 上面有英文有寫啦 對啊 因為比較高啊 看不到 沒有啦 你只是彎腰這樣就看得到 在這邊 我覺得這還蠻酷的 但是你知道BOBO的車子 它是比較做安全性 所以它本身車重比較重 像它的後箱蓋要放下來 真的超重 它真的是要這樣 很用力 然後 對於 打馬賽克打馬賽克 這對於女生來講 我覺得算是 稍微吃力的 就是一個小缺點 因為就連我在關 我也覺得蠻重的 對 因為我們女生 自動的東西就變成 就很簡單 輕巧這樣子 有電尾門最棒 好 那我們去上路實測一下 因為其實大家對BOBO的印象 可能就是安全性極佳 然後油耗性超猛 就是 有一個就是 疑慮的部分 就是油耗到底會不會很耗油 對 那我們就等一下 我們有一些蠻想瞭解的 我們就實測一下 走囉 來了來了 上駕 不是 上路實駕 上駕 上路 上路實駕 連講話都會走音 真是的 這個座椅真的 滿有碰意的感覺 味道太軟了 我覺得它坐起來還蠻舒適的 所以一開始我在坐這椅子的時候 我覺得 不太舒服 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很少坐過後的車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次的車子 因為像我這邊的電動椅 就有三組的記憶座椅 好不錯 我這個是製造電動椅而已 對 但是我覺得就已經很滿多了 因為如果說副駕也有記憶座椅的話 其實對男生比較方便 對 要回家了 按這樣子 調回去老婆原本在做的 女生可以移一下 欸 已經在過曬 然後它這一版的話 一樣有撥片 就是可以去做動 然後 因為其實一開始真的真的 我碰到VOL的車 它的內裝它的東西 我真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去理解 坦白說滿複雜的 對 因為它按鍵真的很多 然後包含說這邊 它的車距的加大跟縮小 其實也很任性 它就給你兩個箭頭 然後不過它的 它的按鍵回饋其實都還滿明顯的 只是它這個資訊 我們儀表這邊啊 它東西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它都把它整合在這裡 包括說我們的旅程電腦 然後小機旅程這些等等的 都會在這邊 可是我 很喜歡它這個按鍵 它裡面有超多超多超多東西的 感覺如果你真的交車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個禮拜 都在玩這台車 對 你會去一直 可能不小心按到一個東西 又一個新的世界 它裡面真的有超多東西的 然後一一來細講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還很好是 它這邊居然會有一個時速表 它針對副駕駛座真的還滿貼心的 因為像我媽 它就是人體的那個什麼 限速網 它只要那種機開 超過超過50公里 公里超快喔 太快喔 對我媽媽一樣 開高速公路就在回家 我媽就會一趟整路抓著 對我媽是 卡班內 卡班內 然後它這個的話一樣是 後方有車 它會很亮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有打方向燈的話 它這邊會閃爍去提醒你說 稍微注意一下死角的地方 然後因為它的配備真的我覺得 比較適合我們停車再說 然後像比較care的東西 我們今天算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 油耗表現 對啊因為我最常被人家說 很好油啊 因為車很重啊 可能我要很不重維修費 然後又要突然率又還好 然後又那麼私有 為了做這個實測 我今天開了 全部都平面的路過來 超累 50公里全部都平面的 快快昏倒了 可是以在市區這樣開啦 我覺得它會給一種就是 你可以很順暢的去做使用 然後你也可以很狂野 只要由我們才深一點 你就是性感的好爸爸 你性感 火辣辣的捏 那個扭力真的很棒 對它很快 加速很快真的 而且你看喔 這台車子它的空間表現 是真的滿漂亮的 但是以前面來講的話 駕駛跟副駕駛座的話 男生如果高一點 它這邊其實是 會頂到一點點 對會比較有一些 就是沒有太足夠的空間 但是後座表現 我就覺得超棒 可是它後面這一塊啊 我覺得應該它是要做 我們這個天窗的這一個的 收放空間 到這邊 可是它到後面 後座乘客的頭部空間的時候 它還有在往上嗎 往內大概就是收一點 讓它空間表 頭部的條件空間更好 而且我發現它的這個椅子的長度 我很喜歡 因為它完全可以 好像比我的大腿還差 因為我自己這樣做 我的腿部行程 是整個是被包覆起來 因為它不會讓你的 就是你的關節這個地方 就是有空氣 它整個是幫你做滿 所以你男生的視野角度來講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好像這邊空空 坐久會不舒服 我覺得滿讚的 可是就是這個介面 真的我們要停車再好好講 因為很容易會被這個 如果要使用的話 除非你今天很熟 不然你會很容易噴心 然後它的跟車系統也是 很好救手 滿快就可以適應的 可是就是它的Volvo的車 二手疊價就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你這樣買到你比較划算 因為你等於是在它很新三年的時候 你就可以買到半價的Volvo 然後底下留言 剛剛你三年半價太扯了吧 可是我們現在是 以二手車的這塊角度去的話 反而不是賺到 對啊 所以你看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買像這樣 像這樣的價位的話 你可以買到進口車 像雙筆的話 你可以買到五年車 才有 才會不會是這個價位 然後他剛才叮一聲 是他車子內建的 就是我們講的測速照相 他就會提醒你 他叮一聲 他不會說一直持續性很吵的 我覺得 他就是簡直有利 就是我只是告訴你一次 嗯 我被拍就是你家故事 就是 我覺得OK 好吧 那我們就 我們等一下先去吃飯 來潮州必吃 什麼 秋林冰 沒有啊 欸對喔 還沒有去吃秋林冰欸 對啊 我們等一下去吃秋林冰 好我們先去吃主食吃完之後 我們再去吃秋林冰 好我們等等見 就來吃不會見 forwards 快走 。。。 JvC的手機 浮零 幾個人想說幹我們到底跟怎麼樣的人出來拍片 現在在這邊就是我們車機的使用 剛才有特別講到就是這個 就是它會先把重要的東西抓出來到這邊 如果說比較細項的 可以從我的S60這邊去做設定 那像在這裡的話 它其實有超多超多東西的 9個 在動的配備 而且像你剛才有特別講 它這個東西是旁邊還有圖示 去幫你做輔助跟加強的 就是你可以像一般這個 BLRS你看它再去查 可是它這邊就會直接提醒你 它是盲點偵測這樣子 超級清楚的 因為我們講得很清楚 對 然後這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公布 因為這是我們 你知道旅程嗎? 對 這是我們今天一整天的心血 油耗的部分 這是我們最後一家香寶 對 因為它這個算是比較大象的 如果說像前車主自己有先設定起來 就是捷徑的部分 你光是像在這邊後視鏡的設定 在我們倒車它就可以選擇是 左側或右側後視鏡往下傾斜 然後像我們剛才有提到就是 媽媽可能會靠要車速 它這個地方原來 這個可以直接關閉 對 然後它這個 它剛才只是一個小部分而已 就很多細項 對 它就有很多細項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是我剛買到這台車 我可能每天開回家之後 我可能會剁六個五分鐘十分鐘在車上 探索車子 因為太多東西 對我會想要知道 到底還有什麼 是我不會用的 我沒有發現的 然後它的輔助當然也有導車顯影 在這邊 只是畫質有一點點不好 對有點固 算沒有很精神 那如果像到下面這邊 就是 一開始 你在使用可能會比較容易搞混 你就有四個圈圈 超多超多按鍵的 那其實它有告訴你 蠻多小 就是這邊都跟你講 喔這是音樂 然後是頻道 然後跟其他主畫面 這左右很會這樣 對 然後下半部就是冷氣 吹腳 吹身體 吹頭 對它是用一個冷的聲型去表示說 風向吹哪裡才不會來的 對 然後上面這個我覺得 比較沒有用處啦 說實在的 就是它的按鍵 因為如果說我們先連接藍牙 連接到手機這邊 你可以直接撥電話 可是你要把它的電話號碼背起來 對我們目前找到是這樣子 因為它也不是做一個就是 電台的切換 所以有點太知道這個數字到底如何 作用 還有沒有其他作用這樣子 對 然後導航 這邊也有 導航的畫質還不錯 等一下晚點我們再來公布 我們今天的油耗表現 好那我們就上告訴我 直測一下 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這段快速道路 對 因為它在行車諮詢 就我們的儀表這邊 它會提醒你 現在這個路段它的限速是多少 我覺得這點還不錯耶 嗯 就滿貼心的 然後像我們速度一上來之後 低速的話 防風狀跟盲點都會開嘛 速度有上來65公里以上 它的車道維持 駕駛人警示 這個也都會一併開啟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著重於在你說 你今天在高速行駛上 在我們想可能 路途比較長的地方 它會提供你更足夠的防護措施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輔助功能是滿多的 對啊 所以果然他們針對這方面 真的很重視 沒錯 然後像我們這樣 我們換個車道 它很有力耶 天啊 夠猛吧 它就是 平常的時候就是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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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爸爸 也沒有太浮誇 或是說太年輕化的一個外型 但是呢 它剛剛 你叫它瞬間給你加速的時候 它是完全就是 兇起來 它完全變一個人 聽說你很勇啊 不要 可是因為像它的這台車 主要的設定很 不是激烈操駕類型 所以你會感受到它的懸吊比較軟一點點 因為它真的是 你家庭呢 就算舒適啊 對 因為剛才機構在後面就有反映說 可能比較晃 可是它不是一種持續性的 然後我還覺得它遠一點還滿不錯的 它有後座出風口 但是它不是在這邊下面 它是在這兩側耶 在B柱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什麼好處就是說 它不會像就是 中間這邊它會直接吹一下 而後座的腳 膝蓋 對 因為你只要 小記憶如果有的話 因為這膝蓋很痛耶 對 而且這邊就很方便 它直接可以吹中你 就是可能有時候我們很熱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 第一個是先吹一點 嗯 快速散熱 我覺得還滿不錯 你看又來了 隨切隨到 這個動力表現真的很可以 難怪 怎樣 它的維修費用雖然比較高昂一點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會選擇它 對啊 因為我到這階段的時候 我花錢是享受 而不是說我很怕 就是我還要再多花錢去做維修什麼的 這已經不是 主要考量 買Mogo的時候 的這些人現在 目前會考慮到的東西 嗯 OK 那我們等一下下去之後 去做個今天的總結 這台車真的 我很滿意啊 好啦 經過我們這樣一整天的實測 開這台車出來 繞一繞多多風 我真的覺得它會給人一種很安穩的感覺 不管是從它本身品牌的形象 或者是真的實際開到 它車子的安全性跟穩定性 我都覺得是很棒的 而且其它油耗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可怕 而是取決於在你踩的方式 因為我們剛才實測大概40公里 對都在市區 全部都在市區 沒有上高速 停紅燈什麼 一大堆油的沒有 都有 然後我實測出來是 1公升 可以跑11.8 滿漂亮的數據耶 這部航高速全部都是40公里都是在 村市區走走停停 對 而且這個油耗本身 本來就是取決於在你的油門踩踏的方式 兩黃金右腳屋 對而且像扭力大的車子 你油門不用踩很深 其實力道就夠幫你帶出去了 你就是順順開就好 而且通常會買到這個車 應該也不太會想要追求什麼速度感啊 或有的沒的 我就是從A點安全的把我的家人 載到B點或者是把我自己載到B點 而且你看喔 像這個 這台S60 它其實越看越順眼 因為你看的時候覺得好像有點零零佼佼 或者說有點太老氣 它適合就是你可以一開就開10年15年 就覺得喔 不會想要換的 不會想要換掉 就都很OK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它從側面看的時候 它收那一個下來的時候 那真的很美 沒錯沒錯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看到我們在介紹 什麼樣的車子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可以多介紹一些景點 當然有開始看到有網友在整理自己的口袋名單給我們 其實還蠻感動的 對 然後我們有機會的話會去你們所推薦的地方 那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 掰掰